這個朋友沒有留名的 但他也很慘 所以我想先回答他的問題 他說有幾隻貨底 有NVIDIA、TSM、ASM和SMIC 他說幾隻股份都是蟹貨 他說現在應該怎樣做呢? 是否應該留下作長線投資呢? 是不是持有了晶片股? 是,沒錯 首先分兩個層面去分析 第一個就先說不慘 這個有多慘呢? 這個你怎樣慘都不夠現在 我講話很坦誠的 你怎樣都不夠現在跟你分析著 那個姓朱那位朋友仔慘 是不是?帳面這個 因為很簡單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知道 這個我自己是很久 就是你當很多萬勢之前 這個打個比例是投資了英偉大 而且投資的金額也相對是比較大的 那你幻想如果我是2014年買的話 你就自己去按回報價機 2014年英偉大多少錢 所以其實升到最高三百多元的時候 那個回報是有驚人數字的 那也都不慰言 金額也是有驚人的數字的 但是現在他回下來 那我又沒有指責到 也都不怕去說的 這個 那我現在回了是整整200分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回到我底部 那個回報是很高的 如果回到上面 市有很明顯看三餅的話 你可以深算到 我帳面沒有了的利益的資格 有多少呢 這個應該都是非常龐大數的 那你見到現在我都是不在那裡裝的 你見到我現在的語氣都很輕鬆 或者是笑眉眉的 這樣跟大家都在說一件事的 這個OK 那所以就是說 其實是投資是晶片股 本身來說我希望可以 不要說不敢說是做教育 這個就是說想大家切磋 我想給一個idea給大家 其實晶片股是有很久 歷史的角度是源自到現在 其實本身它都是真身 它本身來說是一個周期性股票來的 我想說這個OK 你不要是因為現在 今次這個晶片大牛市 是延續了太多年的角度 你就以為它是一個常春營的行業 其實很明顯不是的 晶片股 其實特別以前摩爾定律 是更加是verable的時候 其實是說晶片股 基本上每18個月 至到附近這樣的時間 它就會有一次高低潮的 這個OK 你從很多年前的台積電的上落的高低位 其實你就可以見到這個情況的OK 那以致就是說 其實是剛剛好 我們就是說一家公司累穿家的 是所謂的MU 美光科技 它自己的一隻股票本身 它就是晶片股周期之王 就是周期到無得再周期的 它是這個OK 就是大型無上無下這樣 那變成就是說 其實都是推薦到就是說 去回這位朋友本身 這個 你投了晶片類的股份 只可以說 你現在是子算 你就做一些子 OK 如果你去到現在才是子的話 其實你往後會後悔 或者我們剛才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我們私下都有說的 都不怕說 我們剛才討論的是說 如果你這個位子的話 你真的往後會被人笑的 真的會被人笑的 笑什麼呢 是笑沒有晶片股的一個常識 或者是知識 因為其實我會覺得 其實好像美國科技一樣 它現在是砍單 或者是說 就是台積電被人砍單 然後MU又大幅調低它自己的 是所謂的業績的預期 其實這個是正正的這個訊號 是正正顯示了 現在的晶片股 是進入了下跌週期的直路了 就是最後直路那一段了 那也都是暗示了 就是說 它剛剛出現這個news 其實暗示了在整體的 是晶片的所謂的週期裡面 是出現了比較明確的下行的進步 這個明確的下行信號 不是說是非常之 就是怎樣說呢 這個已經說的是後段的了 這個其實那個股價 已經是之前是不斷地 被那些smart kit 知道晶片股應該去到週期完結了 說那些晶片價格開始下跌了 但是那些smart kit 已經是在高位沽著的了 而不是說 AMU出了這宗新聞之後 它一射破天驚 然後一如夢初醒 其實不是這樣的 那些高手是一種在高價 一邊沽了出來的了 已經 那變成 已經是預先是可能是反映了這個因素 的大部分都不頂了 OK 所以最後一句就是說 如果是晶片股 你一是就在一個週期 即是說高峰的時候 就好像人家金盆洗手那樣 你就估出去 你如果是估不到的 你就應該是押著下一段的 晶片的高峰 這個下 那麼最後從方式 晶片股是上落的 是所謂的一個週期類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相信 譬如說數字爆發 這個角度的話 其實龍頭的晶片股 經歷多少週期都好 它整個週期是一浪高一浪的 然後好像韓運股 或者資源股 那樣的三間平股股 兩隻都是週期股 但是它不屬於三間平股股 而是屬於很長遠的歷史的角度 是一浪高一浪的週期性股份 那希望大家去認識一個 精準的初步的知識 這個知識雖然很初步 但是對你來說 是不要摸底斬東西 其實它是很重要的這個知識 這次是 Volv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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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vix